爸,这个是我们公司刚刚发的饭 很热乎呢,你快吃吧 闺女,你吃吧 爸,你就吃了吧,我已经吃过了 咦,小张 原来你爸是扫大街的呀 臭死了 是,我爸他是扫大街的 但是如果没有他 这个城市怎么会干净 装什么清高啊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爸 我都不敢出门了,丢死个人了 我爸他勤勤恳恳的工作 辛辛苦苦的跟我读书 我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钱 有什么可丢人的 你看看你爸,又脏又穷的 就算你再这么努力 还不是在我的手底下干活吗 在你手底下工作,那只是一时的 末期少年穷 你 你敢给我顶嘴 你爸,不就是捡垃圾的吗 捡呀 捡呀 哎,这不是公司的盒饭吗 谁让你带出来的 你 王主管 这是怎么回事 任总 我给小张的父亲带饭 他还不履情 还扔到了地上 任总 我没有 我没有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看到了 职业 不分高低 怪姐 都是靠自己勺手出来打平的 你为什么比别人高人一当 小张 你现在去人事部报到 现在主管的位置 由你来当 啊 任总 他只是大学毕业 我可是硕士 学历固然重要 但是人品更重要 你现在去人事部 把工资了了 走了吧 你别开除了 你这是不尊重我 要想别人 忠忠你 你受血学会 忠忠别人 大叔 咱们城市的卫生环境 这么好 全靠你们了 小张 以后别给你爸带饭了 直接去在我公司的食堂车就行了 累了 可以在那休息一会 谢谢袁总 谢谢 我有事 我就先走了 小伙子 您在找什么东西 是的 大叔 我的包好像丢在附近了 你看 是这个吗 是的 大叔 太感谢你了 老板 你快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大叔 太谢谢你了 这家钱 你拿着 小伙子 这钱我不能要 我要是图你的钱 我就泼在这里 等你这么久 行 大叔 那谢谢你啊 哎 你这不又来了 这里不让摆摊 赶快走 这位美女 我跟她说吧 你最好 让她赶紧走 大叔 这里不让摆摊 你还是回去吧 小伙子 我早上刚从农村来 现在让我回去 这一天就又耽搁了 大叔 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吧 这 这不好吧 没事的 大叔 自秘书 你先回去吧 好的老板 大叔 来 我帮你收拾 大叔 你怎么泡这么有关的卖菜啊 老板在病了 我拿着自家种的菜 来城里卖点钱 给他看病 大叔 咱们到了 哦 哎 大叔 你的菜 哦 那些菜啊 你留着吃吧 哎 大叔 我能去你家看看吧 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下我和身边的老伴了 让你借笑了 大叔 没事的 你先坐 我给你倒点水 喂 自秘书 把我拜点事 哎 好 人总 这是您让我准备的东西 哎 好 来大叔 这个你拿着 小伙子 你这是 这是我给你买件礼品 小伙子 你这够麻烦你的了 怎么还能要你的礼品呢 大叔 没事 你就拿着吧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大叔 您的朴实和善良 让我身影感触 这里有三万块钱 你拿去给大叔看病 如果钱不够 随时给我打电话 以后您也不用去卖菜了 您家的菜 我们不是缺包了 祝月大生病 早日考虑 没有伤悲 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 姐 你在家呢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 小妹来了 找我什么事 说吧 我公公的 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连床也下不了 我想找你拿点钱 给我公公看病 行 那你等一下 我会去给你拿 林总 您看 这一片 这一片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正在规划中 小妹 我这里有三千块钱 你先拿着几用 不够 再跟我说 姐 这也太多了 我有一千就够了 你就拿着吧 你公公看病要紧 那谢谢姐 我就先走了 好嘞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到 美女 你的包掉了 我的钱包怎么会掉呢 哎 我钱呢 肯定是你先跑老马走了 哎 你站住 我的钱呢 我没看到呀 我刚刚捡的就还给你了 你没拿 那我钱包的钱去哪了 你还说你没拿 你说你拿的是什么呀 给我 拿来吧你 这个钱 真的不是你的 这是拿给我公公看病的钱 怎么就这么巧 碰到你了呀 天下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我的包 刚掉地上 就被你捡到了 里面的钱就没有了 我看 你是想讹我吧 你个乡霸佬 这真的不是你的钱 这是我姐姐拿给我给我公公看病的钱 哎 敢抢我钱包 去你的我 神经病 你说你的就是你的呀 等一下 你怎么把恶家姑娘的钱强着了 你还打恶家 这个要做 你还有良心吗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这个钱是他的 我劝你呀 不要多管闲事 小姑娘 你不要担心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我会为你作证的 啊 真的吗 那太谢谢你了 走 你过来一下 刚才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到了 这个钱 确实是他姐姐拿给他 给他公公看病的 你现在把钱还给人家 给小姑娘道歉 你让我给他道歉 你让我给他道歉 他长这个脸了吗 还配吗 像八老 啊 他不找这个脸 你找了吗 你现在 赶快把钱还给人家 并且给小姑娘道歉 对不起 小姑娘 公道 自在人心 今天这个公道 我就还你了 谢谢你 谢谢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大姑葱 不认语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 会问的谁 永不会老 只等你 小姑娘 这才能不知 小姑娘 小姑娘 大姑娘